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豆腐,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要准备几块老豆腐 用厨房用纸把豆腐表面的水分擦洗干净 再把豆腐切成宽约3厘米的方块 碗内倒入辣椒面 再加入适量的麻辣鲜,没有也可以不加 加了之后味道会更好吃 再加入食用盐,稍微多放一些 用筷子拔三种调料,搅拌均匀 碗内倒入50度以上的白酒 放入豆腐块,在白酒里面滚一下 之后再放到辣椒面里面,全身裹满就可以了 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 这个过程所有的任何环节都不要沾到水 如果因为沾上水坏掉了,那么非常可惜 美味就享受不了了 把裹好的豆腐依次放进容器里面 接下来往豆腐里面加入芝麻香油 这里用到的是香油 也可以用菜籽油 不过菜籽油要用熟的 这样做的豆腐比豆腐乳还要简单 无需发酵 腌制一周就可以食用了 用来配馒头,拌面,配大饼等都非常百搭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冷藏的话可以放冰箱,冷藏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阿胖,谢谢您的观看